记者丁伟杰家市报道,家义市政府首创推动居家室内空气品质渐渐,由环保局派员到有需求的家户,透过直读室仪器检测住家空气品质,提升居家环境空气品质,市长图醒哲今日举行记者会表示,渐渐名额100户,期间自即日起至10月31日止,欢迎民众踊跃报名。 家市环保局长张志诚表示,家义市建物所有人或现住者均可申请,名额限定100户,渐渐优先对象已新成乌家户,三年内装潢修缮,三个月内新购置家具,家中有孕妇,三岁,韩,以下,65岁,韩,以上老人等敏感族群家户未优先,报名登记电话,05-225 51775转219或206图醒哲表示,空气污染对身体危害很大,他上任后,即成立全国第一个家义市空气污染防治委员会,三年来家义市下午2.5减量名列前茅, 从34.7MAG M3逐步降到26MAG M3减量居台湾本岛第一名,而市府推动空气品质维护改善工作,也连续两年荣获全国执行绩效考评最高荣誉特优 张志成说,居家鉴检可了解居家室内空品现况,协助检视前在污染来源,可验出二氧化碳,CO2,一氧化碳,CO,甲醛,HCHO,悬浮微粒,下午10,细悬浮微粒,下午2.5,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,TOK,臭氧,O3,等七大污染物质浓度, 看是否超乎建议标准值范围,检测范围包括客厅等主要活动空间,并提供市民改善建议,让市民寻求自主管理,环保局也能从中作为未来政策推动的参考依据